5月2号晚上玉里超商发生了抢案 玉里请分局在案发30分钟就迅速破获超商抢案的强盗案件 花龄县议会副义长潘岳霞玉里请有办事处主任蔡荣新还有多位顾问 为了表扬远景的优秀表现 在分局长吕玉腾副分局长潘志华陪同之下 向侦察队及玉里派出所颁证加财金还有慰问查 5月2号晚上玉里便利超商发生抢案 玉里分局在案发30分钟之内迅速破获超商男子 迟到强盗案件 花龄县议会副义长潘岳霞以及玉里请有办事处主任 以及多位顾问为表扬远景优秀工作表现 在分局长吕玉腾副分局长潘志华的陪同之下 向侦察队及玉里派出所颁证加财金以及慰问查 激励通人士气 那那个建议我们我们也有 那个 仅有办事处蔡主任说非常感谢分局远景部魏丰宇 不分昼夜辛苦执行坚守岗位 贵南区三乡镇治安交通为您服务牺牲奉献 在这里也请免大家全力以复平治安 只要一把行政认真做事 仅有办事处绝对会力挺玉里分局到底 当大家最有力的后盾 记者高双双玉里站采访报道